刘亦菲最近在拍花木栏,休息的间隙也和朋友家人们一起过了生日,现场的照片也批发到了INS上,M没错,中间那个穿了白色毛领外套,还戴着一个大发,估的就是刘亦菲本妃了,没有精修,也没有怎么化妆。 刘亦菲显得很素,发际线看起来也有点堪忧了,网友说有几张照片,照一看刘亦菲有点像零用剑,这个打扮好像真的有点像,但脸马还是美很多的。 没想到,刘亦菲的私服和合影都这么放飞,和路人完全融为一体,满脸都写着虽然我是刘亦菲但我完全不在乎我的美貌,不说这里面有刘亦菲的话,完全像是某一个素人才同学会上的合影。 非常普通,非常路人了,好在刘亦菲的五官还是很迎得住考验的,只是没化眼妆显得眼睛小了一点,连眼皮发带显得有点大,但总体来说还是美的。 可能刘亦菲也接到了花木兰这样的大资源,也过了靠脸穿转的年纪,荧幕前保持美貌就可以了,私底下更放松也无可厚非。 更何况刘亦菲完全有底气乱穿衣服露素颜啊,平时在怎么放飞,底子还在,荧幕上的美貌也足够让一群人叹服了。 对比起那些坐飞机都要精心穿成时尚博主的女明星,实名赞美刘亦菲了,有这种顺境美就行了平时,我根本不可以美貌的勇气。